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和理看天下 这条片我想讲几宗过瘾的大陆新闻 第一宗新闻我先此声明 如果各位自民不玩得的 没什么幽默感 比较保守的 那你最好马上停播这条片 不要听着了 等明天我再出另外的影片 大家才收听 特别是女性听众 大家就更加要留意 稍后听完后走来骂我 我就冤枉了 这宗新闻不是我作出来的 是大陆媒体澎湃新闻报导的 我看完这些新闻 我觉得非常过瘾 所以决定和大家讲下 不过进入正式提前 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钟仔 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们 好了 言归正传 这宗新闻是这样的 大陆媒体就报导了 最近云南昆明 有几间医院就推出一种 专门给男病人的治疗 这种治疗就叫做筋肉 筋即是筋本的筋 即是筋字 如果植物即是深入泥土里面 那些就是筋 如果男人的筋 大家知道是什么了 大家都明白了 肉即是冲凉 沐浴 浸浴 这种意思 大家一听 是不是挺有趣呢 医院提供筋肉治疗 我看到这件事 我第一个反应 是什么医院 是真医院 不断对自己的下半身进行培训 我看真报道 那几间医院 例如其中一间提供筋育治疗的医院 是云南人外医院 这间医院是二级民营医院 里面有齐内外、耳鼻喉、虎科等专科 有106张病床 所以理论上是一间真医院 另外官道民生医院和二娘五州门诊部 都是正式医院诊所 其实这类型的筋育服务 大陆很多会所都有 没什么特别 不过今次云南几间医院提供这些治疗 特别过瘾 医院的宣传特别写 说由美女护士操作 体验价只需要98元人民币 那体验价会不会只是看一看 验一验呢? 我不知道 端猜就算是这样 都应该认真一点看和验吧 如果是手法治疗 就是300元人仔 手法即是用手的方法 即是怎样呢? 即不是用仪器治疗 是用手的 真真正正 Handmade 宣传又强调 有病治病 没有病就保养 即是怎样呢? 即是好像女士一样 敷下妈妈屎一样 保养一下 各位 你猜这些医院如何宣传筋育治疗呢? 其中一个宣传方法 就是印红色的卡片仔 夹在路边的汽车或电单车上 这些卡片的宣传内容也十分好玩 例如开发性潜能 提升性功能等等这些字眼 又或筋育治疗是由美女护士操作水疗而弃 帮男士进行筋部的水疗 这些治疗可以改善前列腺炎和神虚 那香港的敌志远 远公公你一定要去试试 试完回来可以马上改名 叫做敌志坚 从此不是敌志远 变成坚公公 厉害了 宣传又说这些筋育 有病就治病 没有病可以养根和护根 不是有病才要治疗 养根护根都很重要 来到这里 我想有些网友已经很心急 马上停播我这条片 上网订高铁票 打算立即上云南 为自己的下半身做保健 不过我提醒大家 别这么心急 你要提早在微信上预约 记者放蛇访问医院的负责人 这些负责人就说 筋育就不会有副作用 绝对不痛的 不痛的 也不会只是用仪器 主要是用手 这些手法就包括了中医的月位按压 总之不痛的 体验价98元 手法治疗300元 全面深入治疗成为498元 即500元赚2元 我想这个全面深入治疗 应该包括即时测试 即是怎样呢 即是你治疗完之后 是不是可以发挥到应有的性能 这些医院又强调 这些绝对是中医的条理 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医院绝对不是色情组织 更加和记者说 一个男人如果不能疏通经验 后果很严重 所以保健这件事就不能省 各位这间医院不止用卡片宣传 还有些大型广告牌做宣传 记者拍到其中一幅广告牌 内容写着 真男人绝不会 听天由命 后天修炼 方能成就经典 这句我一看到 马上想起香港的超公公 他绝对没有听天由命 他不想一世当差 所以他就修炼葵花宝典 终于成为一个有权有势 事事制造笑话的大官 他当然也是香港的经典 另外也有张广告牌 形容筋育是筋的Spa 令男士们激情羊日 迅速鸿起 这就很厉害了 东升西降 即是 洋人鬼佬的医院 没有筋育治疗 难怪他们日渐衰落 我都说主席 又为大陆带来这个筋育城市 这几间医院 这么高调为男病人提供筋育治疗 结果如何呢 6月5日 云南政府向这几间医院发出罚单 每间罚14万 各位 你以为政府现在做事 打击色情项目 不是 云南政府是罚这几间医院 说他们使用过期的医疗仪器 不是指控他们从事色情服务 这一点又是好笑 这些医院主要的医疗仪器 就是护士姑娘的手 那这手有什么过期不过期的呢 我终于明白了 宣传说那些是美女护士 我说这些美女护士多少岁 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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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说我自己是过了保质期的型男 这些美女护士如果年纪太大 那他们的手就是过期的医疗仪器 这点又有道理 我真是佩服云南政府 这样的指控也想得出来的 这些罚款没有说医院犯法 只是说他们超出核准医疗范围 其实罚这14万日侄向上头交代一下 即是政府正在做事 二侄就是抽水 喂 你的医院赚到钱不用派片吗 OK 这件事曝光之后 记者再查一下原来有份提供筋育治疗的医院都是周身债 2019年已经因为欠债被列为老赖 而且已经因为不同的原因被罚了88万 所以在大陆什么都可以发生 堂堂正正拿正牌的医院都搞了筋育服务 来到这里我又想叉开说一件事 其实很多人有一种崇拜、权威、迷信、专业的倾向 有些东西只要你作一个扮专业、扮劲的用词 就可以吸引到某些人 其中一个最好的用词是什么呢? 就是治疗 任何东西你加治疗两个字马上高档了 可以收贵很多 再加上执业或者持牌这些字眼 就更加行的 例如种花 种花没错可以涂野性情 如果你把种花变成玄艺治疗 那就不同了 如果一个人派张卡片 说自己是执业的玄艺治疗师 那就更加高档了 我不再揭穿这些专业迷信 就讲讲第二单大陆的新闻 河南云台山有个景点叫云台天瀑 被形容为亚洲单级落差最大的瀑布 被誉为华夏第一高瀑 声称单级落差314公尺 这个瀑布当然很多大陆网红打卡是景点 刚刚有游客拍摄到原来这个瀑布的水不是天然的 是由几条大水喉向外喷水的 流到下面 就形成华夏第一高瀑布 这件事一爆出马上大陆就空洞 去过这个景点的人就大慎说被人找了笨7 景点就解释了 他们只是在枯水期做少少提升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提升 这样做就让游客有更丰富的旅游体验 又说任何景点都有季节性 所以这样做也是很正常的 没有所谓 这个云台山的卖点是瀑布 号称三瀑一泉 五瀑一瀑 十瀑一潭 最大的景点就是云台天瀑 其实大陆的瀑布景点从来都造假 根本这点都不是真事了 2023年3月 河南登峰大洪山瀑布又被发现造假 不过这件事又有趣了 吸引了亚洲外国势力的注意 例如日本韩国的媒体大肆报道 嗯 这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外国媒体 这些媒体翻旧 发现原来中国大陆是景点造假的大国 而且这些国家更加喜欢抄袭其他国家的地标景点 有人就形容去一次大陆等于环游了一次世界 这些山寨景点 连大陆拿白卡的皇帝都忍不住 皇帝都下令要禁止再兴建这些山寨货 OK 媒体盘点一下 大陆有多少山寨景点 原来是这样的 2017年纽约时报有篇报道 中国境内最少有十座中国版白宫 四座法国海船门 两座埃及斯新人面墙 两座和巴黎铁塔一模一样的铁塔 有一座伦敦塔桥 无数非常仗争的美国国会大厦 还有大连的威尼斯水城 连人民网都指出大陆人心理上是崇洋的 但我们就观察到大陆人同时有仇爱 这种是充满矛盾的心理 不断纏扰着大陆人 于是就形成大陆人 特别是小粉红的变态心理 好像我们经常发现 很多小粉红很喜欢去其他国家 破坏中国人的形象 特别喜欢去日本破坏中国人的形象 有些是故意的 是由自卑而演变成的自大狂妄 但有些行为真的得到很多大陆人的支持 最近我看到一篇分析 有大陆年轻人和记者说 说他们每一个月只有三千元收入 永远不用想出国旅游 所以最好是其他出国的人 搞到中国人神真鬼厌 去到哪都被人看不起 于是让这些人玩都玩得不开心 他们就可以平衡到心理了 这些穷的大陆年轻人就说 他们是刻意鼓励其他人去外国做坏事的 他们总结一句 他说没有必要保护这些有钱人 和你们那些移民去外国的坏人 没有必要保护你们的形象 你们这些人越是神真鬼厌 那些穷的小粉红就越开心 所以我经常说 中国大陆是用人民斗人民 取代自我改进的 他们看到一个比自己的人 看到一些强劲的对手 不会想想如何自己练好改进自己 他们没有想过 就算自己打不赢的对手 都可以不断进步 大陆人不是这样想的 他们只会想如何出股 整死强劲对手 他们永远不会想 一个强者可以带动一项产业 即是你可能永远打不赢某个拳王 但这个拳王可以带王整个拳击产业 令到很多人得益 而你就算输给拳王 其实也很光荣 因为你能够和一个真正的高手同台演出 但大陆人不是这样想的 大陆人甚至很多很多华人 普遍有一种心态 就是我坏都不想理好 亦因此每次出片 我批评人民斗人民这个恶杂 永远有班人认为我不对 永远说他们自己的利益如何受到损害 自己多惨别人多好 这些人永远不思考下 如何令自己将来都可以这么好 而他们反而不停地想 如何令现在好的人不可以继续好 第三单大陆新闻 6月3号上亚山西深远 有一个人当街用刀捅死另一个58岁男人 兇手即场被捕 媒体报道被人捅死的男人叫做郭建宇 原来是山西深远的政协主席 又做过镇长又做过镇委书记 杀他的人叫做安耀雄 目击者形容安耀雄落手很重的 很快有人爆出事件和千冊赔偿有关 郭建宇做镇长期间 拆了安耀雄家屋 本来说赔偿100万 后来港价港到80万 最后只是赔8万元 安耀雄用尽办法追讨都追不到 于是唯有恒锡郭建宇 这件事好笑的是 事后山西政府公布 郭建宇因公死亡 什么拆人家屋不赔是公务来的 我不知道 这件事又引出媒体追查 原来大陆近年多了很多恒锡官员的行动 虽然这些消息必然被禁 一定是封住的 但多多少少总会有消息流传出来 大陆人就形容 如果一个共官突然间死了 而公布他们因公死亡 非常非常有可能 就是被恒锡身亡 单单6月已经有几宗类似事件了 湖北武汉汉兴派出所的副所长 邮建军被他29岁的男人捅了15刀 事后当然死了 广西河南也有类似事件 看来八级皇帝不止为大佬打造一个抹不下去盛世 现在又开始出现堆倒共官盛世 其实那些共官是非常怕堆倒共官成为一种潮流 因为这些共官自己知道自己曾经做过什么 他们最担心出得力限迟早要还 党对付他们没那么怕 因为还可以花钱可能搞得好 如果那些韭菜还拖 他们就防不升防了 又或者防得到防范到的 但天天提心吊胆就没人了 就正如主席一天24小时防这个防那个 然后又不停发梦想打这个打那个 这种生活是享受还是惩罚呢 我真不知道 或者对主席这种伟大的人物 神级的人物这种是享受 反而一般韭菜 如果未被人割死 还有少少钱 就可以去医院做筋育治疗 分分钟爽过主席 对不对 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黄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面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另外我们也是Patreon Patreon的连结也是在这条片下面 希望大家加入我的Patreon 拜拜